大家好 今天是2月11日星期四的早上 今天是半日市 恆生指數完成了 就是鼠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半日的交易 就升了百多點 特別的地方就突破了前一浪 三零一五幾的水平收市 你說恆生指數在農曆年前急急衝上三萬點 有什麼意思呢? 我比較之前的三萬點 三千億的每日成交 現在不算今天半日市 昨天都只有1,600億 當然成交不夠 你說北水停了 這個無可置疑 不過我見很多資金流 流入情況 都不及一月中的時候 這裡我對於再一次衝三萬點 有多少牽掛 不過我不是唱淡 要看回農曆新年之後服事 包括北水恢復之後 恆生指數是否可以繼續炒到三萬點頭上 以及成交是否回到來 現在市場上我相信是炒一個新年的氣氛 個別概念股 好像今天最厲害 就是Ark Investment 進入了好醫生 好醫生急升兩成 當然不是教大家追入 所有板塊 好的股份 繼續持倉過市 農曆新年之後 再去看看市況是否可以進一步延續 現時暫時留下一個關子 就告訴大家 是有很多的背切出現了 有什麼下年再說 先預祝大家在金牛年 金牛年行大運 身體健康 賺多點 賺多點